11月25日是澳门赌王何鸿燊的98岁寿城 一众赌王家族成员先后到何鸿燊养病的香港养和医院为赌王庆生 一早到场的四泰梁安琪表示给赌王送了围巾跟棉帽 不过今年赌王最开心的应该是看到刚出生的孙子跟外孙吧 已经看了糟了相了 他们都很开心 小朋友也很开心 今年会在何鸿燊有什么生日的愿望呢 愿望就是世界和平 主要是大家都身体健康 世界和平 我们的经济能够蓬勃更加繁荣 和谐的社会就是这样 至于三房女儿何超莲 就表示会给爸爸送上亲手汁的棉帽 至于二房的代表包括何超穷 何超凤以及何超仪 当天到场时也非常开心 带着老公陈子聪来的何超仪 更表示爸爸被自己的歌声吓了一跳 很多礼物很多张卡 有没有唱歌给爸爸听 今天没有平日有 我自己的歌录给他听 加上 有啊 我那天现场唱何飘仪给他听 吓到他 因为有一句是 吓到他 这样啊 吓到他 开心啊 开心啊 健康 很健康 对 他很有斗志 很有斗志啊 不败的 但因为太多人了 他有点困局 所以现在已经睡觉了 对了 好吧 好